伴仗的记者会心里是非常的沉重 我们都非常支持228的转型正义 228的转型正义 从开始出书 办音乐会 办很多的纪念会 后来有了法律 做了很多的调查 调查之后 凭反了很多人的故事 也做了很多的补偿 乔英上台之后更勇敢 今年要对加害人成凶 做的非常非常多 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支持 但是原住民在这个土地上400年来 我们没有精英被杀害吗 原住民在这个土地上400年 我们的文化没有被迫害吗 我们的教育没有被迫害吗 特别是土地的问题 我们的土地没有被掠夺吗 原住民的转型正义 什么时候可以得到原住民 我们原住民最精英的青年 就在最高权力 所谓的总统府的门口 升起了狼烟 为蔡英文 引领我们的祖先 来接受她的道歉 半年后我站在这里讲 蔡英文 你骗把那你就算了 你连祖先 原住民的祖先 你有脸骗吗 我们要和解共生 不要再被牺牲 不要再被牺牲 转型不正义 没有土地 转型不正义